说起青麦,肯定有不少小伙伴在这里留下过美好的回忆 要说青麦是泰国最适合养老的地方,一点都不为过 等你到退休的年纪,开一家咖啡馆或者小酒吧,养几只猫猫狗狗,梦想的养老生活 没错了,是不是说到你的心坎里去了 150太初,拿着这个单子,然后给到出租车的司机 然后这个是烤鱼,很大一个,我点了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吃完 青蛙沙拉,它这个宇宙感觉好肥呀,蘸一个酱,不是那种辣的味道 太舒服了,它这个地方,曼谷和普吉晚上也都是闷闷热热的感觉 但是这边它这个天气太舒爽了,能听到还有这个铃铛的声音吧,因为这有风 青蛙也是泰国精品咖啡文化发展的比较早的地方 走在青蛙老城里,隔一小会儿你就能看到一家咖啡馆 对,没错,老板可能就是退休过来养老的 这次青蛙特意去拜访了世界拉花冠军Anon的咖啡店 说真的,去了这么多精品咖啡店,她的店是我见到的相对生意比较好的 工作日的下午上座率还挺高,氛围营造的也刚刚好 店里的漂亮小姐姐,你别说,还真不少 音乐听起来也造的还挺巧妙 里外的咖啡师互相搭配做起了咖啡特条 看到我在拍照,他们还一直对我笑,感觉真好 看这个店好像是改名字了 以前叫Ristretto,现在叫Rostery Lab 看一下这边的菜单了,依然还是他们的标志性的小托盘加拉花 你看这个配图都还是比较漂亮的 来到世界冠军Arnon的店里边,不点拉花的咖啡怎么可能呢 所以说必须点一个,她这边毕竟是夏天嘛 我觉得她们在打奶泡的时候就没有做非常非常肉 喝起来有点温温的这种感觉 再试一下她这个冷脆的这个咖啡吧 非常清爽的甜 它跟那种我喝到那种很醇厚的冷脆的味道还不太一样 哇,这个味道真不错 还有这个小瓶子 我买了一个他们的这个咖啡豆 因为我要坐飞机嘛 所以说我就给他们要了几个这个贴纸 把这个排气阀给切一下 它这个店的二楼应该是一个烘焙间 是在这个楼梯上去的 整个店的这个氛围营造的非常的舒服 音乐也非常非常棒 哇,蛮喜欢这个地方的 偶遇路过一家二手的衣服店 店里的衣服物件都是二手的老衣服 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外套 我买完之后老板在手机上打了一行字 50 years old 说这个衣服是50年前的旧衣服 我不知道这衣服是不是真的50年了 有没有懂行的小伙伴 他这个店真的收集了好多这种老的东西 怎么样小伙伴给这个衣服打个分吧 1到5分 你们打几分 这是50年前的衣服 各位小伙伴们 您看这个衣服的里边啊 看起来的确是蛮旧的这种感觉 然后包括你看这个标签 大中国做的啊,made in china 包括这个地方的这个标签 made in china 我的心想啊 这50年前的这个款式还是可以的啊 看着不过时啊 我不会是被忽悠了吧 这是不是50年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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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咖啡店你看12年了 是2010年的咖啡店 外边有一个外板 去了一家开了十几年的老店 这家店的咖啡价格不简单 让我觉得老板像是在做慈善 冰美式咖啡 你看它只要60株 这环境和价格让我感动的有点想哭 喝完特条 我又点了一杯Cold Brew 我就问你这杯卖80你服不服 那仿佛看到了价格真美 占满了整个屏幕 有很多这种泡沫的 这边像是氮气咖啡吗 闻起来的话感觉还是蛮厚的那一杯 虽然说它也有一点这种 肠子的香气 但是我觉得它表达的更多的还是咖啡本身的这个味道 喝起来还是比较厚重的这种感觉 我再重新再来点一杯吧 把这一杯我顺便问问咖啡师他们是怎么做的 看他们愿不愿意分享一下 可以再来一杯 这就是黄汁 这是Cold Brew 对 你用搅拌来混合吗 我们用 哦 用汁 哦 OK 哇 这个店太舒服了 基本上每次出来你看 只要是来这个热带的国家都会退一层皮 逛了一圈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青麦了 特别是在这个老城区里边 就比如说你打开百度地图或者Google的地图 它就是一个四方形四方块 你在这个四方块里边随便找一个小路啊 或者是一个口子啊进去 真的都特别特别的有味道 非常非常的耐逛 哇 你看我这边走着走着看到一个咖啡店 他们这个真的是太有味道了 你在这边是看不到任何这种太高的这种高楼大厦的 就很耐看 就很多他们自己家里边的这个院子里边 他都会自己做生意 但是他这种生意呢 他不是那种商业化的生意 他就是每家每户可能自己做点这种小生意 五不一小景 十不一大景的这种感觉 另外这次在青麦住的酒店也很有特色 两层的小楼是真的很安静 再加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游客 有一种酒店被保场了的感觉 这个酒店真的好漂亮 而且它的房间就很少 只有两层楼 哇 我强烈推荐 周边也非常非常的安静 然后地理位置也非常好 离机场的话 就只有十几分钟就能开过了 几天下来 基本上在这个四四方方的老城区里光了个遍 真的太喜欢这里的味道 大大小小的寺庙 本地人的好客和礼貌 让我觉得青麦这个地方不错 适合养老 总之青麦虽然待的时间只有几天 但是给我的感觉是最好的 也难怪不少之前来过的小伙伴 都说很怀念青麦的感觉 那希望这个视频呢 能唤起一些你对青麦的回忆 关注牛小咖 我们会持续给大家带来有趣 有价值的内容 那下期视频呢 我会带大家去喝喝青莱本地的咖啡 Coffee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